壮世代泛指台湾婴儿潮世代的三四五年及生 对于高龄者老人银法族的另一个正面的说法 为了提升壮世代劳动参与 鼓励企业营造友善职场环境 劳动力发展署被分属花莲就业中心 在今年的2月设立了银法就业服务专区 打造壮帮手服务网 期盼能协助壮世代返回职场职业续航 台湾65岁以上人口已达415.8万人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而促进壮世代族群就业成为热门话题 壮世代教科文协会长期推动以壮世代Strong Generation 取代老人、银法族等负面字眼 翻转对高龄族群的负面认知 劳动力发展署北分属花莲就业中心 今年2月设立银法就业服务专区 就打造壮帮手服务网 透过主动出级、走动服务、资源共享 深化55家就业服务网络 协助壮世代返回职场 在今年的2月的时候 劳动部也推出了55家的壮世代的就业促进的措施 所谓的壮世代其实是会针对55岁以上 以及45岁以上依法退休的中高龄以及高龄者 他们离开劳动市场三个月以上就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只要他们就是说到就近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 然后经由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 然后如果说能够顺利的上工 持续上工满90天以上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就业的一个奖励 那这样的就业奖励的话 就会有分全时跟部分公时 那全时的话呢 因为连续上工90天以上的话 那全时的话会有3万块的一个就业奖励 那部分公时的话就会有一半 就是一万五千元的这个就业奖励 那每一个这个劳工会最高可以领两次 这些雇主呢 如果说禁用了我们的这个推介的壮世代的这些中高龄及高龄者 那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友善的一个支持辅导的费用 那这个支持辅导的费用的话 那每雇用的一个人的话 我们就是每月会有一个这个支持辅导的费用3000块 那最长就是12个月 每一个雇主可以就是最高就是30万的这样子一个支持辅导的费用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雇主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劳工朋友 都可以就近向花联就业中心以及玉璃就业中心洽去 55plus装世代就业促进措施 鼓立55岁以上及45岁以上依法退休者重返职场 花联就业中心引法就业服务专区 提供客制化就业咨询 吃戏媒合 陪同面试 并强化与企业的沟通 提升企业进用中高龄人才意愿 同时推介企业运用劳动部职务再设计 谈清工作内容与工时及职场学习等资源 辅导企业建构友善的壮世代职场 更多详情可搜寻45就业资源网了解更多 接着将帮彦华连世报导